大家好 今天我要首先講一講 現在講到甚囂塵上的 在美國國會將會在下星期開始審議和討論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昨天貝洛西這個眾議院議長高調地和幾位香港去的運動站得很前的人物 是一起去開記者招待會的 他們包括黃之鋒 羅冠聰 何韻詩 在這個記者中也有民主共和兩黨的議員 他們都是為了下星期這個法案開始討論做一個誓 表達美國國會跨黨派對於香港爭取保留我們的自由 人權 爭取民主和保持我們的生活方式 這個訴求和運動的支持 那麽佩洛西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了 她是一個非常反共的美國政治人物 在1997年 前後 尤其是在克林頓總統 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佩洛西是持一個相反的意見 但是當時由於美國的政券 一般來說都是比較支持 希望能夠中國加入了這個世貿組織之後 能夠採取一個依規矩去行事 以及漸漸向這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靠攏的效果 所以當時佩洛西就有一點無可奈何 也都跟從了美國的政治潮流 都沒有有效地去反對到這個克林頓的政策 但是當時可能有一些人未必知道 她促成了在美國國會有兩個委員會的成立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可能聽得比較多的 就是這個叫做CECC 這個委員會其實是定期會訪華和訪港的 年度都會做個報告出來 而近兩年的報告是越來越表達過擔憂的 對於香港越來越不能自主 香港沒有根據基本法的中共所承諾的那種自由 人權 法治和生活方式去落實 其實佩洛西一直都是扮演一個很積極的監察者的角色 這次就適逢其會 她也都現在是眾議院的議長 而香港這四五年之間 其實那個大環境是可以說急轉直下的 而這個中國威脅論 在美國越來越多人是去接受了 這個也是多得習近平主席 她就經常在那裡吹噓 說中國模式是最正的 終於全世界都會實行這個中國模式 而西方社會一直相信的民主制度 和譬如三權分立 我們的法治制度 習近平主席就認為這些全部都要靠邊站 她說得很清楚 也只是因為這樣 所以自從2014日的雨傘運動開始 美國為首 但不僅只有她 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的焦點漸漸聚在香港這裡 理由當然就是她們看到 好像一個大衛與哥里亞的故事 哥里亞就是中共 而世界上有很多大衛 可以是美國 英國 紐西蘭 加拿大 澳洲 你說也可以 歐洲 香港這個大衛 站得比較前 而我們去承受中共那一套 怎樣去滲透 顛覆原來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制度 法治的架構 我們變成好像做了一個白老鼠 變成給人作為一個參考 因為我在過去這十多年 都有不同的時間 都有訪美 訪歐 訪英 我都很覺得 其實如果由十年前開始計算 差不多是我選完特首 即是2007年的時候 一直走到現在 其實那個關注是越來越明顯的 而事實上 尤其是近兩年三年 這些歐美的國家 他們的朝野 對於我去分享香港的經驗 是比較留意的 因為他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今天香港 明日就可以是他們 所以他們就很想了解多一些 究竟中共是怎樣 用什麼手法來行事的呢 即是他們怎樣 用一些商業的手段去買起傳媒老闆 或者怎樣可以透過一個 注重言論自由的一些制度之中 是去將他們那種意識形態去滲透 這樣 其實這次我覺得佩洛西 是為了下星期 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去造勢 而高調請了幾位香港的民運的活躍分子 這次 和他一起開這個記招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淵源 而現在的世界形勢都很清楚一下 就是現在 當然美國是走得比較前一點 他會提出這個法案 針對香港是不是會成為中共的白手套 是不是扯線公仔 還可不可以保留這些自由民主國家 同一套的政治意識形態 制度 自由 人權法治 生活方式 這個美國開了個頭 當然 首先 這個法案下星期開始討論 他當然已經是排得比較快的 初初我們想著可能要到11月才能排到上會的 但現在很明顯就是兩黨議員有足夠的支持 就是想他先排到下個星期就已經上了 即9月已經上了 比原來想著已經早了兩個月了 但又不是完全沒有暗勇的 因為熟悉美國的政治的人都知道的 他就算在眾議院過了 在參議院 他是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就是可以有一個參議員 一個已經夠了 一個參議員是他可以不記名地 是將這個法案是要求押後的 而這件事會不會發生呢 現在都是我未知之熟 而是那個文本 當然他會經過不同的委員會的審議 可能會有所刪減 或者是將那些本來有十隻牙的 可能剝三 四隻 這樣 這樣 還有會不會是由於一些親共的 或者是和中國有很多生意做的商界 美國的商界 是向這個參眾兩院施壓 這個我們還是要拭目以待的 不過我就覺得由於現在 中共透過林鄭月娥 或者香港的譬如黃志民 或者港澳系統 張曉明 韓正等等 他們在香港過去這102、103天所表現的事情 我又覺得或多或少這個人權民主法案 都可能會獲得支持的 而我亦都感覺 如果通過了 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就是透過美國國務卿 和商業部 幫香港做一個每年驗身 就是看看究竟香港還是不是健康 是否還可以履行 自主地去執行 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或者是我們和其他國家所立的一些條約 或者合約 如果一旦驗身的結果 是香港再不自主 我們成為白手套 是中共的邪線公仔 當然會有一個危機 就是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 之中給我們的一個獨立包積區的特殊地位 就可能會危危附的 當然我就是不希望去到那一步 因為如果你去驗身 希望中共 如果香港仍然很有利用價值 不可以滑絕的 它都會令到自己的特區 驗起來 都會合格 希望不會去到最後育石驅焚的階段 但如果真的去到那個階段 大家都沒有什麼好日子過 當然 如果香港變成上海 這樣 我們發展不了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 我們就沒有可能說 中國內地每年的這麼大量的外資 是要透過香港去引入內地 而我們都再扮演不了這個人民幣的一個兌換其他國際貨幣的一個重要的市場 香港當然是災難性的 但我想我們就是希望這個如果真的連檢去身體檢查 是可以給中共一些壓力 亦都給到特區政府一些壓力 是不要令到香港真的散到連這個連檢都通過不了 而這件事是會對香港現在爭取的一個保留我們的自由 人權 法治和生活方式是有些幫助的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要制裁一些去阻撓香港民主進程 以及危害香港人權的一些官員和政客 這件事是江湖有一個傳聞的 在過去幾個月 半年左右 在國會山莊上面 在討論這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的時候 是有傳閱過一張名單的 那個名單上面是包括了 董建華 林鄭月娥 鄭若驊等等 甚至有一些行會成員的名字 曾經是上榜的 當然到最後 誰的名字位在上面 現在都是未知之數 但是這兩道板斧 即是說 連檢 身體檢查和制裁這些危害人權法治 和阻撓香港民主發展的人物 這兩招就是正正最中用的地方 而我都很相信 如果一旦美國這個大哥 開始了走這一步 他的盟友其實都會這樣做的 譬如你說美國走了 英國 加拿大 歐洲 澳紐會不會都跟隨呢 我相信跟隨的機會是不小的 因為如果這個大佬都做了這樣的一個法例 就沒有什麼理由這些做小的是不跟隨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現在香港這個抗爭運動 其實已經是一個 世界兩套政治意識形態和制度的一個二元對立抗爭的最前線 所以香港這個抗爭 其實在很多其他的自由民主國家的看法 即朝野的看法 都不只是香港的一個孤軍作戰 即是香港怎樣去打破這個中共說要用中國模式取代目前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 這個魔咒是怎樣去打破呢 這個是每個國家都是覺得是切身的關係 而亦都是為甚麼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開始 香港是成為國際新聞的焦點 這個是不無原因的 所以我就覺得 接下來下個禮拜 在美國國會山莊發生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要密切注意 而香港的抗爭亦都會持續的 因為正正正我們要站起來 告訴世界 擁抱同一套政治意識形態 是很緊張 自由 民主 法治 和我們這套生活方式的人知道 我們是不忘初衷 和大家站在同一條線上去進行這個抗爭